大家好,中国的邻国塔吉克斯坦发生了骚乱 塔吉克斯坦封锁了杜尚别去往中国 到达瓦汉走廊高速公路 塔吉克斯坦的骚乱是从18号开始的 此前塔吉克斯坦的武装分子袭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GKNB 特别防恐部队的车队 造成了一名塔吉克斯坦军人死亡 13人重伤 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 袭击者是由国际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领导 是有组织犯罪集团 不排除有国际雇佣军 根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的官方数据显示 一个由200人组成的武装犯罪团伙 多次封锁了通往中国方向的杜尚别霍罗格高速公路 这个高速公路位于纳格尔诺巴达尚赫自治区 该自治区通往塔吉克斯坦边境指挥部办公室的道路 也被武装人员封锁 该自治区武装分子拥有完善的训练装备精良 据报道该自治区副主席因为穿越被封锁的高速公路而遭到殴打 作为回应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已经下令开始反恐行动 内政部警告说目前该地区局势稳定 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已开始日常恢复 其余的犯罪组织集团 暂时有机会自愿交出任何武器向执法机构自首 现在台克斯坦境内的暴乱活动已经被台克斯坦的警方控制住 但是从18号开始的骚乱 实际上是影响了中国和台克斯坦边境之间的安全 18号的骚乱与16号一名29岁当地居民纳兹里绍夫被警方击毙有关 29岁的纳兹里绍夫在行政中心霍罗格进行抗议活动中被警方击毙 警方报告说他和其他几名年轻人组织了对警察的武装袭击 造成三人受重伤 媒体报道说纳兹里绍夫在不明情况下被实弹击毙 而且有目击者 台克斯坦政府5月18号宣布作为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将向该地区派遣军队 5月18号的行政中有几名平民也在骚乱中丧生 这是当地媒体的报道 但是去年的11月台克斯坦曾经发生过骚乱 特别是巴达上赫省靠近中国和台克斯坦瓦汉走廊 这个地区去年10月份曾经发生过骚乱 实际上今年的1月份哈萨克斯坦也发生过骚乱 而且哈萨克斯坦全国进行了戒严 全国性的骚乱 而且推翻了哈斯坦总统纳兹尔巴耶夫家族长期的统治 所以现在中亚地区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动荡的情况 去年的10月当地的抗议实际上有当地青年被警察射杀 所以当地老百姓一直在向塔克斯坦政府讨要说法 而且这个行动也得到了外国 外国包括塔克斯坦流亡的一些人士 他的支持 造成现在塔克斯坦国内政治的动荡 塔克斯坦这次骚乱最早发生在5月14号 当地的长老在霍罗格要求塔克斯坦当局 特别当地的负责人阿里什尔 叫米尔佐纳伯特辞职 随后双方发生了冲突 支离冲突 最后升级为暴力事件 骚乱发生以后 塔克斯坦政府很快封锁了当地的高松路 派出了大量的特种部队 双方也发生了交火 根据现在最新的数据 塔克斯坦政府拘留了114人 查获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24支 机枪5艇 各种品牌的手枪18支 TOZ-18步枪4支 另外还有其他品牌的枪支11支 一枚手榴弹86支燃烧瓶 3公斤TNT 15部对讲机 53部电话 另外当地媒体也报道 一架军用的米17直升机 在霍罗格被击落 但是没有得到塔尼克斯坦国防部的证实 这次塔尼克斯坦的骚乱 它背后的主使者 是一个叫马马德沙耶娃的 这个人是当地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以及独立记者 那么塔尼克斯坦政府已经逮捕了他 并没收了他相关的摄影器材 那么在欧洲 欧洲人权组织 包括总部是在波兰的 保护塔尼克斯坦政治人质和囚犯公民委员会 在赫尔辛基的分会 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组织 已经于17日向塔尼克斯坦政府提出抗议 另外在欧洲的塔尼克斯坦的社区 包括伊斯玛伊派的社区 阿加汉四世第49任伊玛木 也在欧洲表达了对局势的关切 他说作为一名伊玛木 我敦促我的塔尼克社区保持冷静 遵守国家法律 避免任何可能危机 扶持暴力混乱 非法活动和任何其他行为 塔尼克斯坦现在国内骚乱很有可能会扩大 现在塔尼克斯坦国内实际上处于一种动荡的态势 从去年的10月就开始了 一直有一种力量想要推翻县市政府 大家知道塔尼克斯坦的总统 拉赫蒙在5月16号前往莫斯科 参加安全基体条约组织会议 在莫斯科曾经暗示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要为中亚地区 特别是塔尼克斯坦提供安全保证 吉尔基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副主席 叫梅德别科夫 他说不排除在危险的情况下 拉赫蒙可能会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寻求帮助 就像1月份在哈萨克斯坦一样 俄军将出兵塔尼克斯坦 大家知道1月份的时候 哈萨克斯坦出现了国内骚乱 俄军出兵哈萨克斯坦平息骚乱 那么现在塔尼克斯坦 他国内局势也出现动荡 俄军不排除也会出兵塔尼克斯坦 甚至会占领和中国接壤的瓦汉走廊 巴达上赫省 叫纳格尔诺巴达上赫省 这个地区俄军很有可能会出兵占领 你现在不能排除 所以现在看塔尼克斯坦局势也对中国有影响 最后我谈谈我自己对塔尼克斯坦局势一个看法 首先一点中国实际上在中亚地区正在增强自己的实力 扩大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大家知道去年中国已经和塔尼克斯坦签约 在塔尼克斯坦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 就是靠近瓦汉走廊这一代 而且去年的时候塔利班上台 中国现在和塔利班实际上也恢复了外交关系 塔利班在北京还有大使馆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在中国正式恢复这种外交关系了 所以中国和塔利班的关系进展非常顺利 和塔尼克斯坦关系也在走近 那么引起了俄罗斯的紧张 中国第二个军事基地到了塔尼克斯坦 俄罗斯在塔尼克斯坦也有个军事基地 实际上中国对塔尼克斯坦影响会干扰到俄罗斯这个地区 所以俄罗斯更多的希望自己能够派兵进驻到塔尼克斯坦 所以你要看懂这一点 那么现在看塔尼克斯坦国内出现动荡 俄军普京就有理由进驻瓦汉走廊 进驻塔尼克斯坦 首先这是个前提 也就是这个词动荡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俄罗斯可以借助塔尼克斯坦的动荡 进驻中国的边境地区瓦汉走廊 这个省正好是瓦汉走廊所在 那个中国的军事基地就在这个省 这个省实际上去年10月份 这个抗议和中国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有直接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塔尼克斯坦的局势和中俄关系 中俄在中亚地区争夺地缘政治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中国在这个地区现在来看 受到塔尼克斯坦国内政治出现动荡的影响 影响是最大 那第二点站在西方的角度看 西方也希望塔尼克斯坦包括中亚出现更多的动荡 之前那个哈萨克斯坦现在是塔尼克斯坦 那我之前讲过 这个拜登之所以从阿富汗撤军 是为了给这个地区留下一个空间 让中国和俄罗斯来争夺这个空间 中俄来争夺中亚这个空间 那中国填补的空间越大 挤压俄罗斯空间 俄罗斯会和中国 产生一个对抗 这对美国来说非常有利 所以呢 现在中亚地区出现这个动荡 我觉得背后也有美国的想法 也有西方的一个想法 添油加醋 把这个火烧的更大 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 俄罗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欧洲 在黑海这个方向 和北约在对抗 和美国在对抗 那么中亚地区实际上呢 就形成了一个真空 俄罗斯现在呢 在中亚地区 它实际上的力量有限 那么中国就利用这个机会 实际上扩大了在中亚地区 中国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阿富汗 在巴基斯坦 在基尔基斯 塔基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这些国家 中国的影响力在扩大 那中国在这个地区做大呢 实际上呢 让美国也十分的警惕啊 美国呢 现在希望俄罗斯 来平衡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另外一点呢 可以切割中俄 实际上中俄背靠背关系 因为中亚问题 实际上可以进行一个切割 你看美国的想法 还有一点 用俄罗斯来什么 来抑制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发展 那我觉得美国还有个想法啊 就是在中亚地区点一把火 来吸引俄罗斯 他的注意力 那么你俄罗斯就会分散你的精力到中亚 你在中亚地区分兵的话 实际上 你在乌克兰方向的力量就有限了 实际上也在俄罗斯的背后点了一把火 既可以分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又可以分散俄罗斯他的精力 在中亚地区 给你点一把大火 特别是打一个伞这个方向 又非常吸引你普京的注意力 特别是靠近瓦罕走廊 这条走廊是中国和俄罗斯 特别关注的一个地区 我之前讲过 中国的石油管道 要通过瓦罕走廊到阿富汗 然后到伊朗 中国是东西向的石油管道 而俄罗斯希望是南北方向去印度 这个实际上一个东西一个南北 就形成了一个死亡交叉 这一点是中俄 中俄之间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所以现在美国很有可能利用这一点 俄罗斯非常希望能够控制瓦罕走廊北部 北部这一带 在这个地区加强自己的军事存在 那么这个地区出现动荡 也符合西方的利益 可以牵制俄罗斯 另外可以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特别是对中国那个关键的马汉走廊那条石油管线 形成一定压力 这是美国的想法 所以现在看中亚台阁发生这个骚乱 背后有西方的影子 同样俄罗斯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在这个地区驻军 所以后续台阁还会发生更多的 出现更多的这种社会运动 甚至发生各种流血事件 所以我在提醒台阁的华人 在台阁华人 你要听懂现在发生了什么 台阁正在发生什么 另外俄罗斯和中国在台阁方向 各自的态度 各自的利益 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 那最后一点我还是回来 咱们说欧亚大陆 中国和俄罗斯都在什么 都在释放在中亚地区的影响 但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 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依托于欧亚大陆的稳定 中国和俄罗斯这种竞争 不像美国 美国和俄罗斯 大陆各国家之间这种竞争 它排他性 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 是释放影响力 但是不影响当地的稳定 双方来竞争 竞争中亚 但是不影响中亚地区的稳定 有了这个前提 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的框架内 有了这个前提 我觉得中俄能够解决台阁这个问题 台阁不会出现 像美国希望的那样 中俄直接出现这种对抗 中俄的关系 因为塔一个伞的问题 对吧 因为中亚的问题 中俄的关系破裂 我觉得不会出现 首先一点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大陆国家 都希望中亚地区稳定 那么这个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中亚地区就不会发生大的动荡 中俄一定会对抗 中亚地区这种对抗 我觉得是一种地缘影响力的释放 并不是军事的对抗 所以大家要理解 现在我讲的 很多人觉得现在中国是不是要和俄罗斯 要发生对峙了 要发生对抗了 不是这样的 这是影响力的释放 中国也需要获得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保证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 俄罗斯也要在这个地区释放影响力 那么这个影响力会有重叠 中俄会竞争 是一种竞争关系 但不是对抗 和美国这种对抗关系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理解 所以我觉得中国和俄罗斯 只要保证在欧亚大陆 中亚地区的稳定这个前提之下 进行这种竞争 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不会影响中亚地区的稳定 但是现在不排除美国 美国的参与 美国在这里天摇加醋 特别是西方 包括西方媒体的报道 西方利用这种人权组织 不断的对拉荷蒙 对台克斯坦政府发难 要求抗议 包括上街 罢免当地的官员出现这种对抗 那么俄罗斯 他一定要出兵在这个地区 俄罗斯进来以后 军事力量进来以后 会影响到当地的安全 那俄罗斯会不会出兵台克斯坦 要看西方在台克斯坦 制造这种混乱的程度 我觉得中国也要帮助台克斯坦政府 稳定当地的局势 如果当地局势能够稳定 那么俄罗斯也没有必要出兵 你就不会像哈斯克坦 实际上中亚地区的博弈非常复杂 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 而且大国都在争夺中亚地区 像俄国 中国 甚至连美国 印度 印度也在争夺中亚 所以印度影响力也在这个地区发挥 还有伊朗 伊朗我一直没有讲 伊朗很低调 但是伊朗也在这个地区发挥影响力 塔吉克斯坦 大家知道 塔吉克斯坦巴达上鹤省 就靠近中国新疆 瓦罕汉走廊 这里住的不是塔吉克族 是波斯人 是波斯裔的 实际上讲的也是类似于波斯语 所以伊朗也在这个地区发挥影响力 所以你要对这个地区的历史 地理 人文要了解 所以这个地区很复杂 你看伊朗它也是地区的大国 也在发挥影响力 所以中亚地区如果发生动荡 那将会影响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 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在整个欧亚大陆稳定的前提下 和俄罗斯来探讨中亚地区未来的地缘政治 政治格局 地缘政治格局 不要破坏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 那现在塔一个伞已经发生骚乱了 从现在国内媒体几乎没有报道 可以看中国还是很低调的 你现在看国内媒体 大家知道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是希望欧亚大陆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那么这个中亚地区实际上 美国之前为什么要进入中亚 就是它通过中亚可以辐射周边地区大国 如果把中亚搞乱 把中亚这个一点点燃 你像拿一张A4纸 你烧它的边烧它脚 你点一把火 时间一长 这火自己就灭了 但是你如果在这张纸 A4纸的中间点一把火 一张A4纸 你在中间点一把火 火向四周蔓延 很有可能把这张纸完全烧断 是吧 烧碎 都有可能 从中间点这把火 才是能够发挥最大影响力的 所以中亚就是欧亚大陆这张纸 中间这个一点 美国要点燃中亚 实际上911事件以后 美国进到中亚 一直在中亚地区制造混乱 所以你看 中国的周边地区也在出现动闹 你包括新疆现在 是吧 也出现这种极端主义思想 中东地区也出现极端主义思想 美国要点一把火 燃烧整个欧亚大陆 把你碎片化 烧得越碎越好 中国和俄罗斯 实际上呢 两个政府 是强权政府 强权政府保证欧亚大陆一个稳定 没有被碎片化 没有被割裂 所以美国呢 极力的通过自由啊 民主啊 人权意识形态 来渲染中国和俄罗斯政府 实际上呢 希望民主社会 打压中国和俄罗斯政府 肢解掉中国和俄罗斯 那我是支持欧亚大陆沿河的 所以我能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 来看中国和俄罗斯 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 所以呢 我也能看到美国对中亚地区 它这个撕裂 所以呢 希望很多观众跟我一起 咱们一起支持欧亚大陆 支持中亚地区的稳定 特别支持新疆的稳定 这是今天我想讲的 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发展阶段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中国只要不出现大的动荡 中国周边不出现大的动荡 中国的发展是没有人能阻挡的 那现在有些人会说 那么中国进入中亚 俄罗斯一定会反对 但是我觉得你不太了解普京这个人 普京这个人的脑子里是有欧洲思想的 他要带俄罗斯返回欧洲 所以他现在正在收集欧洲的筹码 要在哪个牌桌上玩 他要收集哪个牌桌上的筹码 要和欧洲玩 他收集欧洲这个桌上筹码 所以一直在乌克兰收集筹码 你看懂了 你就知道普京下一步要在哪个方向发力 要在欧洲发力 而中亚地区对俄罗斯来说 只要中亚地区能够保证俄罗斯一定影响力 保证俄罗斯的稳定 大后方的稳定 普京就不会干预 这一点实际上和中国也是这个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背靠背 相互信任 这一点普京他非常明确 所以普京是支持中国 包括中国的资本 中国的经济力量进入到中亚地区 你像在阿富汗投资 俄罗斯其实不反对 为什么 当地如果投资 兴建各种的基础设施 包括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 当地也没有那么多人加入极端恐怖组织 当地老百姓 对吧 有了收入 他社会就稳定了 那么社会稳定 当地政权也相对来说 不会被恐怖主义 被极端的思想控制 当地也就形成了一种稳定 对俄罗斯的后院 对吧 中亚地区 这个稳定是有极大好处的 他不反对中国的经济力量进来 所以中国现在正好利用这一点 进入到中亚 你包括在阿富汗 你在塔伊斯坦 实际上中国也在发挥影响力 那么中国下一步的经济量做大以后 一定是军事也要跟进来 那这一点就需要和俄罗斯和普京来协调 我觉得普京和中国之间 一定能找到一个协调的方法 那现在情况来看 中国想要真正的进入中亚地区 扩大自己影响力 一定要和俄罗斯来协调 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 各自影响力的问题 需要达到一个平衡 一定要协调这个问题 不然中亚地区出现动荡 不符合俄罗斯利益 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只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 中国和俄罗斯都要看懂 现在情况我觉得 俄罗斯方面也比较低调 中国方面是也很清楚 这就是我对目前中亚局势 自己的